兩隻手一起 一 好換腳 二 跟著老師學習打爵士鼓的海科樂林學習中心銀髮長輩 打破了慣性思維 在節奏病患下 訓練腦力與手眼協調的能力 這次來教海科館的樂林的夥伴們 他們很厲害喔 我覺得啊 像我們今天下午有在分享 他們就說 我們打破他們的固著性 因為原來他們覺得 右手就是右手 左手就是左手 然後結果下來 他說每節課老師都改變他們的想法 然後但是都在很歡樂的過程當中 去突破這件事情 很特別是這爵士鼓 沙琳和沐嶼等樂器 都是由海洋廢氣物轉換而來的 在音樂人林玉生老師的主導下 以廢氣符球製作的手鼓 實用還兼具優良音質 豐富學員的音樂體驗 我覺得他生計環保的意識 他把海洋的一些廢氣的東西 然後再生 然後變成樂器 然後來發揮更大的作用 那這是我跟這個理念相同 所以我來學習這個課程 海客館特別策劃了 不是樂器是樂器 跨林創生音樂會 融合了海廢樂器和日常廚具 呈現一場別開生命的試聽盛宴 這個課程給我帶來很多的歡樂 就是我當然可以學到很多的 敲鼓的樂禮 還有樂器的一些彈奏 打鼓的節奏 讓我受益良多 從這個樂團我們就可以了解說 其實一個高齡者 他可以透過我剛剛在講的 多元課程的設計 不管是用這樣廢棄物 變成是一個樂器 或者是我們可以設計用故事的方式 是設計或是海洋很多議題 都可以其實對我們這些高齡者 不管是身體的發展 還是心理的發展 其實都有一個非常良善的影響 那這也是海科館要成立 樂林中心的一個最終目的 那透過了這一次的這個 海廢樂器的這個樂器團的一個行程之後 我們真的是感覺到 這種對家庭教育 也是一個產生了很大的這個 一個溫暖的團結力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就是 所有民眾如果看到這則新聞 請盡量出來學習 包含了海科館的樂林中心 鼓勵長者們走出來 參加活動與人交流 海科館也設計成長與創意的 系列課程 讓大家一起思考 人與海洋的深厚連結 記者 蔡小軍 基隆報導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導